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 办得风光热闹 左邻右舍就会说 这个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 这户人家在这一带就做得起人 百姓如此 国家更是如此 要是连我的生日都过寒碜了 不但连我面子没地方割 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割 还怎么个体现大清国 和宴海清国泰民安 同志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 都跑到哪去了 这样一来 不单洋人瞧不起 连老百姓也瞧不起 洋人瞧不起你 他就敢欺负你 老百姓瞧不起你 他就不服你 这样就会出事 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大 这些个道理 你们是真不懂 假不懂 还是不想懂啊 我看你们是不想懂 也就是说 你们做儿子的孝心 臣子的忠心 都让野猫子雕去当臭鱼干给吃了 好吧 今儿个我把话也撂着 谁要是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坦 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坦 怎么了 都哑过了 亲爸爸训斥的是 儿臣一定在颐和园工程上加倍用心 太后圣心远虑 实时世事 以江山社稷为念 臣唯有谨遵辞 无负他也 严禁明 你怎么不说话呀 话好说 事不好做 这就是说 你严禁明还是要坚持将绣园子的工程停了 禀太后 不是臣严禁明要停 是银子要停 好 好啊 你顶得好啊 我就不信死了张图户 要吃莲毛猪 你给我滚 臣有罪 太后可将臣罢黜问行 不可叫滚 如今朝廷制度 我就说了 你给我滚 滚 滚 臣不滚 臣自会走 太后有旨 李鸿章敬见 臣 李鸿章 恭请皇上皇太后 圣安 快起来吧 看座 谢太后 什么时候到的北京啊 昨天 看你的精神还好啊 臣是安马上过来的 平宿也注意身体的调养 哦 那你说说 臣于调养之术有三种心得 一是孔圣人说的食不厌经 臣最爱吃清蒸的松口鲜卢鱼 所以臣的属下背地里都叫臣 李鲁 这下面的人也太没规矩了 他们也没什么恶意 我也懒得生气 臣的第二个心得呢 是每天早晨有一次散步 这还是臣的恩师曾国藩在日 给臣留下的必不可少的早课 巧得很 我也散步 只是在午后 你每次走多少步啊 嗯 我是999步 九九归一统 太后连散步都合于天数 臣不行 没个章法 只要把身体走得微微发热就行了 你这叫顺乎自然嘛 那第三条呢 臣的脾气暴躁 怒火伤肝 所以常常做些遗情的事 弄弄花啊草的 哦 臣对羊鸟也很有兴致 哦 对了 臣的属下圣宣怀半年前 密得一只印度产的鹦鹉 他疾通人性 我给太后带来了 一波太后一笑 那圣宣怀现在在哪啊 殿外后职 那就让他进来吧 宣圣宣怀 臣圣宣怀 恭请皇上皇太后圣安 你就是圣宣怀 听说 你跟洋人打交道很有办法呀 那也仰仗了皇上和太后的身位 洋人才不会轻慢于臣的 你很会说话嘛 小李子 独才在 将那只鸟呈上来看看 这小家伙会说话吗 他不但会说话 还会说臣子的心底话 心底话 什么心底话 太后万寿无疆 是吗 那你让他说 让他说一个呀 让他说说 好 哎呀 你快让他说呀 说呀 你说呀 太后万寿无疆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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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寿无疆 你说 万寿无疆 快说呀 快说 哎呀 说呀 万寿无疆 快 哎呀 说呀 万寿无疆 快说呀 你 这鸟 这鸟虽小 脾气倒还挺大的 李正堂 是不是你财政紧缺 舍不得给这鸟喂食啊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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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他不说话呀 咱也别勉强他了 李正堂 还是说说 你的北洋水师吧 大道 坏色 不香 大道 坏色 不香 大道 坏色 不香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哎呦 你瞧就这小家伙 怎么忒得灵巧啊 太后是观世音菩萨转世 这万物生灵啊 见了瓷言 也会沾点灵气 就你会说话 快 把这小鸟挂在我的寝宫上 好好护着啊 奴才明白 真是难得你把这些小事还放在心上 太后之事无小事 听听 听听 皇上听见了吧 这才叫见识呢 可惜啊 咱们大清 像李中堂这样的忠臣 不多了 太后这话 叫臣惶恐得很 若论宫中体国 翁师傅和严敬明 都强臣十倍 行了 你就别拐着弯 提炎静明 说好话了 好了 咱们 还是说说北洋的事吧 李鸿章 陈在 你的折子上说 咱大清的水师排名远东第一 世界第四 比美国的水师还要强大 可是真的 那是洋人的评价 不过 晨不久前 在燕台大连湾 亲自到英法俄 等战舰上 降家查看 归至 军级京间 尤其是日本明治天皇将扩充水师 视为帝国的第一大师 全国动员 构之巨舰 实为我心腹大患 日本罪而小邦 不足为惧 可他们的一切战备 都针对我而来 日本狼子夜心 中堂作何处置 不知条款 臣已在授折上解明 其中最重要的 吕顺和威海卫 两大军港已经竣工 互为机脚 使我渤海门户 形成坚固不咬之事 只是我北洋水师 自开办以来 六年卫天一船 只能就仅有的 二十余艘勤甲训练 恐怕难以为继 况且这二十余艘战舰 有的需要天制火炮 有的机器磨损过大 影响了航速 定远镇远 原设大小炮位 均系旧时 经远来远上去尾炮 微远需改换 克鲁伯新式后堂炮 定远 好了 要多少银子 你和户部想法子去 哦 严静明的差事 就由翁师傅监制吧 陈宇理财 不仅严静明之万一 翁师傅老程便答 必是可以的 筹款的事呢 都和纯秦王商议 你们别老惦记着节流 这儿省点 那儿抠点 还得开园 想法子去弄钱 皇上 你看如何呀 半凭亲爸爸胜财 那就这样吧 是 生府主管户部 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啊 李中堂 仰仗儿子万不敢当 北洋水师经费短缺 这就要仰仗 事关国家 翁某敢不担惊截律 只是我有一事不明 还想请教李中堂 请假 北洋水师经办六年 耗银三千万两 李中堂一边说 他已成为远东最强大的水师 一边又屡屡向朝廷索要军费 甚至拿出日本小邦来吓唬人 这样做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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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某文章做得好 可于兵士确实需要历练 我北洋水师强大不假 但是要保持这个强大 却不易呀 我屡屡向朝廷请过军费 正是为了保持北洋水师之强大 形成蒙虎在山之势 威慑柴虎 使那日本人既拒我又怕我 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 蒙虎却又不战 那就让他歇歇吧 也省点神 翁师傅状元极地 满腹经伦 就是什么都不吃 也能撑个十年八年的 我北洋水师可比不得翁师傅啊 十天半个月没吃的 那就什么道德文章都救不得咯 中堂上马杀贼 下马也杀贼呀 自然看不上道德文章了 可天下是穷则变变则通 中堂这千古之论 那也是张具萧凯写成的文章啊 亏你还记得 翁师傅 我大清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才奋起之追 发奋图强 这都是两次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教训嘛 没事的时候 把兵器斥之为奇迹银巧 不屑一顾 一旦有事发生 又惊讶外国的兵器 变怪神奇 为之完语 翁师傅 因见不远 我大清 必须常被不屑 那是你北洋的事 你找我干什么 你翁师傅 要是肯把户部交出来 我要是再找你 我他妈 中堂何等身份啊 怎么 想骂大街吗 骂别个行 我怎么敢骂翁师傅 两爷不敢 中堂 恕我直言 直到两代帝师 也是个亚圣人了 这心胸怎么这么狭窄 我不怕他 然则大臣不合 与国家终非兴师 先接洋火 找这么点事让你忙的 干活笨得跟猪似的 我说 你这是怎么着了 不知道 怎么不着了 我让你先接阴火 你先接洋火 行行行 我看看 我就是按你说的接的 我说的接的 那怎么不着啊 那不信你看 我就是按你 炒什么呢 炒什么呢 王爷 就几个灯泡 你们都骨头不亮 怎么那么笨呢 在水师学堂 你们都学什么了 王爷 你们不知道 这东西啊 看不见摸不着 弄不好啊 它还遮人呢 什么 这玩意儿还能遮人 亮了 还真亮了 行 能把灯泡鼓都亮了 没给咱八旗子弟丢脸 这些学生们呢 也就是会装中电灯 至多在昆明湖上 开开那两艘铁皮小轮船 可是号称什么 水师学堂的学生 这岂不辜负了水师二字啊 哎呀 创办昆明水师学堂 本是纯亲王和朝廷远律 可很多事情啊 不知道为什么 半来半去就走样 迎接万寿庆典 本来只将这园子 略加修器即可 如今呢 却将这湖光山寺 变成了一个大工地 淳王爷也自愿充当了一个总监工 咱们这位王爷 真是平庸的紧了 平庸 平庸 纯亲王乃当今皇上生父 光这一个身份就要招来多少猜忌啊 平庸的骨子里是精明啊 也是啊 否则以中唐大人的权势 也不至于到这个园子里来求他呀 哎 姓孙千万不能这么说话 连想都不能想 这些年要不是纯亲王多加照顾 我办事比现在要难上百倍 啊 卑职又失言了 身居庙堂 微乎高哉 谨言慎行才是根本 以后啊 也慢慢体会得到 中唐教会 卑职永明于心 少全 拜见 给王爷请了 免了免了 少全呐 你让我判得好苦啊 王爷判我 判你来给我填窟窿啊 这边这边 敬孙 再盛上来 是 把这些趁值捞 好嘞 好嘞 曾日钢板小轮船一只 钢板座船一只 阳山板两只 好花八只 少全 你这是 哎呀 闻知王爷欲恢复昆明湖水槽 却有首途拯据 因此我命天津制造局 造好了这批船只 日内即可运地 少全呐 若哥在平时 你这份心意 会让我喜之不上 可是今日 少全 少全 少全救我呀 王爷何出此言呢 来来来 来 去去去去 太后昨天 找我进宫 就宜和园攻城 进展迟缓一室 严加痛斥 说我一味的 堂色拖延 还说我胆子 比天还大 少全 少全 我的末日 只怕日到了 王爷 王爷不必如此 太后气头上的话 您也别老哥在心里头 此言大怒 无非是 宜和园攻城 只要您严加督促 加快进度不就得了 少全哪知道 我总有九牛二虎之力 我也拉不动 宜和园这辆破车了 王爷的话 我不明白 实不相瞒 宜和园攻城 还有七百五十万辆的 大窟窿 到哪儿去寻这七百五十万辆银子 上哪儿去寻呢 办法我到 苦死了一个 只是少全啊 只怕 你要担当些委屈了 哎呀 只要能排除王爷烦恼 红章受点委屈啊 不算什么 王爷只管吩咐 确实在 两个字上打主意 没两个字 水师 水师 好 算 realtà 嗯 非常棒 都我不能說 你為什麼 先不言 你是我的 我也是有家 我意识到你噃 我 semb manera你骑士 我需要点准复 富贤 对 听什么 zeni外在优务审在优控制 Nemich das Haziditätsverfahren geeignet nur für Eisenerz mit niedrigem Phosphoranteil. Das andere ist mit Siemens-Martin-Ofen, auch Alkalitätsverfahren genannt. Im Eisenerz enthaltenes Phosphor kann so ausgeschieden werden. Was die Hang Yang Eisenfabrik jetzt hat, ist der Ofen für Aziditätsverfahren hergestellt aus einem britischen Modell. Das Erz das ihr jetzt aber habt, ist gerade aus hohem Phosphor. 在康復的調查上,可以在康復的酷酷上不准出, 在康復的酷酷上是不准入的酷酷。 我不是解釋,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的酷酷上, 然后有合适的酷酷上, 我认为你不明白的酷酷上, 我认为你不明白的酷酷上, 我认为你不明白的酷酷, 他做了, 他做了很深刻的酷酷, 而 Büro和獨特別的家庭 對於智慧nguloWhen did kine 但是仍然有人提供自己的讨论 但是我们的众议认为 它在中国有什么东西 因为中国是这么库和库的真实 因此他对我们的 patriots 有很大的讨论 我完全不理解你的笑容 对这种几乎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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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那些錢是受到的 你知你這 你的 debate是名字 我們在中國ulla會有潛伏屍 也只是戶動高的 也否則是 有興趣的 可以再看 我让我们现在讨论了什么 我去看 我们现在要讨论了什么 好,我们先想想想想 我们要先开始 我们要先开始 我们要先处理四个新闻的新闻 我们要先处理 我们要先考试一下 我们要先准备 我们要先准备一下 我们要先准备一下 然后我们要先准备一下 我们要再来一步 我们要先准备一下 那是不太败了,看一看 嗯,总之是这些数据 你认为我们可以赚钱? 那是很败的,我认为 那是不在,对吗? 铁厂无论如何不能停产 无论如何不能停产 怎么都不可胜 以卑职之间 在朝廷银子没有下拨之前 还不如借用 翻台府的库银往里填 大人,大人,使不得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那铁厂是个无底洞 以我一省的财力 月月拿八九万往里填 多大的价点也得填空啊 汤有个一劳永逸之计 我拿十万,二十万 几十万我认了 这填银子不是办法 依凤昌之间 还要查出铁厂亏损之根本 然后对症下药 便亏损为盈利 根本就不是这两条 焦炭供应不上去 只能够维持一座高炉 开工所需 再就是铁水的质量不行 生产住的铁材卖不出去 这怎么能赚钱呢 今儿就散了吧 是 是 凤昌留下 凤昌啊 把门关上 是 是 主军 你还是到京城跑一趟吧 求一下春亲王和护布翁先生 告诉他们 朝廷再不拨银子下来 海洋铁厂就真的要关门了 好 海房卷 海房卷 就是以建水师的名义 卖一批棺出去 所得的银子 来补一和园的窟窿 这不是卖棺欲绝吗 是卖棺欲绝 可不这样 到哪儿去弄这么大一笔钱呢 这恐怕 要招朝野唾骂了 王爷 这件事啊 您就装不知道 折子由我来上 要骂 让他们骂我好了 难为你了 少全 官职是朝廷的名气 多少学人誓死 十载寒窗 甚至好守穷精而不可得 怎么可以为了几两银子 拿出去叫卖 几两银子 翁师傅说的可真轻巧啊 既然这样 您去弄这几两银子 您去弄这几两银子试试 哼 我是弄不来那几两银子 可我也绝不会去做不要脸面的事 李中堂 你丢得起这个脸 朝廷还丢不起这个脸呢 给朝廷丢脸 缺钱卖官 本朝不乏先例 乾隆年间 国力是何等的强盛 可甘肃遭在世 皇上特职 捐出了一批供生 奸生 救民于水火呀 照你这么说 乾隆爷 也是给朝廷丢脸咯 你 另外 你 本朝雍正嘉庆 咸丰道光 哪一代 没有用钱捐官的事 你敢说 列祖列宗 都给朝廷丢脸了吗 你 皇上 臣也知道 靠海防捐捐钱 不是个办法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 刚昌明教国之根本 难道 这也是可以权宜的吗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事关重大 我看 还是请一旨吧 让他老人家胜财 来看看 海防捐咧 不够 是衙门开出的红盘 明码实价 你捐银子买军舰 朝廷给你轰大锅咧 海防捐 海防捐咧 快来啊 快来来啊 海防捐 你捐银子买军舰 朝廷给你奉大关 海防捐咧 捐银子 够海防捐咧 海防捐 两至三千两银子 合买十区周线 四至五千两 合买十区 你捐银子买军舰 朝廷给你奉大关啊 好 好 好 能讲讲价吗 不能 户不会同水师衙门 开出的红盘 明码实价 老子又不是字啊 那我给你念念 二至三千两银子 可买十区周线 四至五千两银子 可买十区知府 七至八千两银子 可买十区道台啊 龟儿子不信骗人吧 哎 你看这通告上盖着户布 和水师衙门的大印 啊 他能有假呀 告诉你们 你一手交了银子 一手就可以领平上任了 行 板板日的 老子就舍了血本 对 弄个现态也当当 嗯 呼 好 这儿欠 你捐银子买军舰 朝廷给你封个大官 真能上人吧 你们在这卖官 可曾知会总督衙门 咱直属水师衙门 无需经过走路 既然如此 但我也在这买个官当当 你想买多大的官 不到 和你一样 和我一样 三千五百两银子 你有吗 你哪儿值那么多银子 冲其量 只值一文 敢在太子爷头上动主 给我打 敢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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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可给了李鸿章一个难堪 也给了朝廷难堪 大人不怕朝廷怪罪下来吗 那倒不至于 海房娟虽然是请了旨的 但买官欲绝 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所以朝廷才不降明旨 而让李鸿章出面 这事要办也得偷偷摸摸 哪有他这么大张旗鼓肆无忌惮的 所以老夫在辖区内取缔他 朝廷虽不悦 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李鸿章那儿 有些不好交代啊 李鸿章大人急电 怎么说 李鸿章说 移和园工程亏空甚聚 崇王爷让他领头致函各都府筹款 筹款以海房名义较为正大 他说大人您最有魄力 所以希望在您这里急得大宗 开这个数了吗 倒是有个数 多少 一百万两银子 李鸿章打得好算盘 这明明是写水师之名 行敲诈之实嘛 他缺钱 咱也缺钱 这年头谁不缺钱呢 笔墨伺候 好 义正辞言 咱拒绝了他 看他的面子往哪搁 那岂不扫了淳王爷的面子 我只上奏朝廷 弹劾海方娟 不错 以功为首 对势不对人 让李鸿章偷鸡不成 十八米 我念 你写 臣 胡广总督张之洞贵奏 而来 我胡广大帝 因海房娟而闹得沸沸扬扬 卖官欲绝者 屈之若鹜 真是好文章啊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读张之洞的折子吗 奴才只知道 只要有张之洞上的折子 太后是一定要调来此揽的 海房之利 立在江山社稷 捐官之弊 必在荼毒人心 以人心之荼毒 量海房之利弊 可惑 不可惑 书和满篇没有一处提到李鸿章的名字 张之洞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哪 不像有的人 从来就是 对人不对事 还是六种不发吧 老师 听说张之洞上折子了 学生想 该不是弹劾李鸿章的海房君吧 降帅真不愧为清流前辈 一出手便是锦绣文章 好 学生立刻去发动玉石和汉林 给他加把火 多一份响应 多一份力量 咱怎能不说话呢 南洋弹河北洋 你多少折子能抵得过这道折子的力量 张之洞这道折子 太后允了便允了 若是不允 你就是再上一百道折子 又有什么用呢 那咱们就等着 等着好啊 等着看一出 捐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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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